A餐去執書,B餐做洗碗 小英為手足量身訂做著草方案出台 走還是不走,留得到,不用走 陸委會星期四公布香港人道援助關懷行動專案 新成立的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將會在七一正式運作 去台灣就學、就業、投資、創業、移民、定居等一向都有 將這堆東西group在一起,掛個新招牌就是蔡英文對香港人的關懷 陸委會主委陳明通解釋,想吸引香港的資金和專業人才 壯大台灣經濟發展 說得白點,就是看中你荷包裡面的錢 全部都是黑衣暴徒,何來金融專才 扔磚的專才,放火的人渣都大把 去吧,快點去吧,但你首先要放現真金白銀給台灣 看清楚未呀,其實只是投資移民方案 改那個名字和字眼,就哄得你幫暴徒這麼開心 傻仔傻女 陳明通還好強調,方案是援助,不是救援 香港人必須合法入境,台灣才可以提供相關的援助 非法入境台灣的手足怎麼辦 那就要逐個case看看有多緊急,有多需要援助 再作適當的決定 如果有生活照顧必要的費用,就由政府負責 戴定頭盔,沒有寫包單一定幫你們 專案有多少quot?沒有說 有多少budget?沒有說 如果是真心stand with Hong Kong 小英做甚麼計較? 就慷慨一點,無上限地接收手足 在台灣白吃白住 用甚麼逐個批? 還是名額少到不好意思公布呢? 一群等台灣接收等到頸都長的手足 不知道對專案收不收貨? 為甚麼你要騙我? 這件事並不是我的錯,是你自己愚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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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師父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